X12這一點跟X2Y2另外一點的距離 比如說一個坐標 他這一點X1在這裡 X2在這裡 然後他這個距離是多少 基本上按照這個所謂的什麼歐式距離 不過歐式距離是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 你Google一下也會有答案 反正上面自己看一下 你看這不是重點 因為考試不是考你這個 他不是考你數學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要用那個平方根 OK把它算出來 所以基本上 大概我們就知道說輸入四個東西 所以輸入四個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是先在那個程式裡面 先讓它產生什麼 這個X1等於EVIL INPUT Y1等於這個 所以四個東西輸入了 那輸入之後的話 我要求什麼 求平方根 所以題目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要能夠把這四個引進來之後 那輸出結果要這樣的結果 那平方根特別注意 這邊的平方根的話 他有提到 他有沒有提示就是要用 他有沒有 imput那個一個mass 他這邊好像沒有講 如果沒有講 但你就要自己知道 這個平方根的話 你必須用mass裡面 他有一個sqrt的一個 function 就是求平方根的 sqrt root 就是求平方根的那個 function 那個function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一樣 importmass 這個跟剛剛求那個pi很像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引用它的話 你就是 假設我產生一個d d的話就是距離的變數 那他後面的東西就mass點 你就打一個sq 大概就出來了 這邊就有sqrt有沒有 這就平方根 那他的公式基本上 我們可以這樣 就把它放旁邊 假設我要算出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這樣 就是x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帶過來 然後平方根就外面這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是括弧 括弧什麼呢 x1有沒有 減掉x2 所以你就把公式帶進去 括弧 然後平方的話就什麼 乘乘2 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它括弧起來 這個有括弧 然後括弧一樣 有沒有就照這個啦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沒有困難嘛 照著做就對了 然後一樣的方法就是什麼 把y1 減掉 y2 OK 然後呢 他的平方 所以這個括弧 外面再乘乘2 這樣OK了 公式完成了 再來的話呢 底下 我要輸出什麼 他要我們輸出就是 最後的結果 不過結果他好 他也要把這個 這個就是其實就是 哪個值啊 就是這個x1跟y1 x2跟y2 那前面有空白 有沒有 後面這邊有空白 這邊都有空白 OK 那其實做法這邊特別注意 如果要輸出這個的話 記得也是一樣print print什麼呢 第一個 前面這個括弧有沒有 你必須用雙引號先包一下 因為那個括弧 它是一個文字 然後串接什麼呢 串接那個2 可是對不對 串接你可以用加號 加什麼呢 加那個x1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你必須轉型 STR有沒有 然後刮虎 才能夠串嘛 不然會發生錯誤嘛 然後再來的話 加一個豆 這個就這邊有一個豆點 這邊有個空白 但是交配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想說那麼麻煩 要還要加一個轉型的話 其實在print還有一個方法 豆點就可以了 豆點意思說 我要輸出第一個東西 然後豆點就是 它會輸出一個空白 所以它 前刮虎 然後空白 然後再怎麼樣 第二個東西就是xe 然後豆點 第三個什麼呢 我要輸出一個什麼 豆點 那輸出豆點就好 記得哦 你不是直接打豆點哦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加一個這個 就是 刮虎 然後把這個2放進來 然後再放一個豆點 然後再什麼 再一個豆點 豆點是隔開 也是最後輸出會是空白 然後再加輸出什麼 Y1 OK 然後後刮虎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你還有一個 後面好像還有一個後刮虎 豆點 雙引號 後刮虎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了 只是說這個規則 可能要慢慢習慣 它就是輸出一個空格 輸出一個空格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不需要像之前加號 串接的話要轉型 全部變成字串才可以串在一起 OK 底下這個也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距離 Distance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D 輸出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照這個輸出 把它Cring the Save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2 Enter 1 Enter 5.5 Enter 8 Enter 看一下 它最後結果一不一樣 看一下 這個空格沒錯 空格 5.58 然後後面的話取到這裡 但是這一題 有個地方有點怪怪的 要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 可是我後來看一下 它的標準答案沒有要做這個 所以 不然的話 你們乾脆我就先怎麼樣 把這個先 這個先 客人上次只有取到第四位 要嗎 他只有取到第四位 所以 你們那個畫面有取到第四位嗎 對 客人上次我們知道 反正 那還是以 好 那第四位我們就第四位 不過它這個可能是舊版的 還沒有更新過來怎麼樣 你們還是主要以 新版為一 那所以如果我要是第四位的話 那這邊當然我們就改一下 第四位怎麼加呢 一樣 這邊等號後面空格 然後一個大瓜糊 一樣什麼 冒號 點4F OK 然後後面的話你就加點 Format 所以這個 反正 將來呢 你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它有要你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做 否則的話沒有做就錯了 OK 那 最後再把那個結果 應該理論上 看到的結果就會是取到第四位 2 Enter 1 Enter 5.5 Enter 8 Enter 那應該是這樣才正確 OK 所以這個是舊版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如果將來考試還是以那個試題為準 所以將來試題如果說要做這件事 那你就做 而且它如果輸出的也是到第四位 那你就照著做才會有分數 108的部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第110 OK 所以我們會先把那個前面第一類先run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再來講一些其他的那個Python的其他的語法 好 OK OK sk 那